我们先打开官方文档 看看官方是怎么描述的 还是在斯巴斯居民主页里面 这个地方高级的数据园里面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佛罗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卡夫卡 他说斯巴斯居民2.2.0 他能够兼容的卡夫卡博洛克的版本是什么 是0.8.2.1以及更高的版本 言下之意就是0.8.2.1以下的版本就不能够支持 或者说你使用的时候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的集成的详细的介绍 打开这个页面 卡夫卡他是一个基于消息订阅的一个消息系统 他是一个分布式的分区的 然后可以副本的提供的这么一个日子的服务 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介绍卡夫卡的时候 已经对他有认识的对不对 那么 请读这个卡夫卡相关的文档 在我们开始集成 斯巴克斯居民和卡夫卡之前 这个文档其实就是卡夫卡的官方文档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吧 那么对于卡夫卡项目来说 他推荐或者说介绍了有一种新的 这个消费者的API 在这个0.8版本和0.10版本之间 推出了一个新的 所以说这地方要区分一下我们两个相关的差别 看这地方 请选择你正确的包 对于你的Block 以及你想要的一些特性 注意 0.8的集成 它是兼容这个0.9以及0.10的 但是0.10的这个集成 它是不兼容以前的版本的 所以在官方的这个地方 他推出来了两个 第一个是斯巴克斯居民 卡夫卡0到8 第二个是0到10 那么其实我们使用的时候选择这个就OK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卡夫卡版本是哪一个呢 那这地方有哈 卡夫卡版本我们用的是0.9.00 0.9.00它应该是在0.8以后的 是不是 但是在10之前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那么对应的Block的版本呢 它是0.8.21更高 那么后面这个呢是0.10或者是更高哈 那么对于API的稳定性来说 第一个是稳定版的 第二个还是实验性的 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们告诉你们哈 为什么我们卡夫卡的版本 我们选择的是0.9的版本的 因为0.10版本 现在还有一些实验性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生产上面使用的哈 那么它支持的语言 分别是Java Python 和Skala 而对于新的这个呢 它不支持Python 是否可以基于这个receive的Distream呢 是不是有Receive呢 这个是可以的 新的是没有的哈 好 还有一个直接的Distream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从0.10以后 它应该只支持一种 就是Direct的模式 是否支持SSL呢 这个是不支持 这个是支持 还有一个 Offset的片音量的提交 这个是不支持 这个是支持 其实这些东西 后面这个哈 是对前面这个做了一些改善的 还有一个动态topic的一些订阅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支持的 其实对于一些好的 或者说一些有用的 在将来我们工作中 可能使用到的一些特性 可能是新的支持的好一点 但是稳定性 还是我们的这个0.8的稍微好一些 这一点是要明白的哈 我们如果在生产上面使用 你必然要等它的一些API 是正式的release以后 稳定的以后才行 否则的话 实验性的东西 有些API的后面可能会移走 或者改名之类的 那么对于我们已有的代码 它是有影响的哈 所以我们选择版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稳定性方面 那我们就点这个链接哈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就这个地方就介绍了 Spice Dreaming加卡夫卡的一个基层 那么对应的broker是0.8.2 或者是更高 他说这个地方已经解释了 如何去配置Spice Dreaming 去接收数据 从卡夫卡里面来 这个地方有两种方式哈 第一种是老的方式 使用release的 并且是用卡夫卡的一个高级的API 第二个是一个新的方式 这个方式是从0.13版本以后引进的 它是without 是没有使用到release的哈 没有使用release的 这地方也是有一些区别的 在我们编程模型 以及你的性能特性上面 还有一些语法的保障上面 是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如果你们选择哪一种 你需要去详细的读我们的 官网的一些文章 那么这两种方式 你看这两种方式 它的API都是stable的 对吧 都是稳定版本的 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 spice release版本 我们可以放心使用的 好 那么从官网上面 我们对于spice streaming 和卡夫卡整合版本的选择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大家订阅解决